暑假假期已经即将结束了 而电影院开始消沉 我现在国展的大片几乎上映完毕各路神篇票房尘埃落定 而这个暑假可以说再次创下了新记录 去年相比今年的暑假总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 再次刷新了新高度 而今年暑假当票房排行榜也出炉了 不计三部好莱坞大片 今年暑假国产大片不输于今年的新春党 首先就是徐征的我不是药神 夺得了暑假党冠军 从上赢到至今药神的口碑票房都双分手砍下了三十亿位居第一宝座 药神位居冠军宝座屹立不倒 药神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 随后就是沈腾的西红柿首富 作为暑假的最佳喜剧片西红柿首富 不服不负众望 口碑票房让开心麻花 西红柿首富以一个荒诞的故事 反映出了 网友内心都有一个一夜暴富的梦想 不过即使口碑再好 也难敌徐征的我不是药神 票房上领三十天仅二十四亿位居第二 沈腾也表示尽力了 而另一部就是影帝的厨余座 一出好戏经过了黄博的卖力宣传演员们的阵容强大 一出好戏成为了正代的好戏 一出好戏口碑甚好黄博张艺兴王宝强等人的演技精湛 将人类陷入困境的时候展现出人性丑恶的一面 题材毕竟大众留讲述一个荒岛求生的故事 如今黄博的一出好戏 已经突破了接近十三一票房位居票房码第三 不过这三部戏都已经后期乏力大局已定了 最后一部可以说是暑假的漫片之网 爱情公寓本来是暑假最受期待的一部喜剧大片 而爱情公寓口碑一直甚好 而且收视率都爆棚的 而这部影版开拍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网友们的重视 可是谁知道一上映口碑扑街 还被挂上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标签 爱情公寓上映第二天票房就乏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羊头卖狗肉的标签